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七只赢了四局 直白的胜率是相当的高的 我们看看第十七局 直黑的阿尔法一方能不能扳回一局 那么小木 在我们讲过的阿尔法自战队局 在我印象当中 前十局黑棋好像是以新卫的开局为主 到了第十几局的时候 他每一盘都是小木 什么样的布局 他应该都是要尝试一下 大飞手脚 这个布局在前面有一盘棋出现过 一模一样的 黑棋是对角小木 对角布局 之后黑的没有选择挂角 是大飞手脚 白棋也是以大飞 黑棋再大飞 下到这 跟前面有一盘对局是相同的 那么不同之处是上次那盘这种布局 白棋选择了飞这个 实际上这个方向应该是 两个方向应该是差不多 价值差不多的 而黑棋挂角 白棋加工 看过前面的对局的观众朋友 可能对这个布局还是有印象的 白棋拆的三 而这局 阿尔法白他换了一个方向 黑在这 黑在这 这个 换个方向 黑棋呢 黑的还是挂角 而不是选择拆边之类的 挂角 白棋并没有这个三尖架 而是尖顶 有可能在 就是说阿尔法的判断里面 尖顶 三尖架 或者加在这一带的位置的胜率 也许也都差不多 换句话说 有可能 有可能他也不知道 这究竟是加好还是坚定好 好 白棋三尖架架 那么黑棋是大跳 先大跳出来 大跳呢 下一步棋瞄着这里的靠 完了之后点三三 这是黑棋的一个后续手段 白的如果接上的话 黑的这一般很舒服 白棋的脚被压缩得很厉害 跳这个显然起到了参与作战和引针的作用 你直接这么下的话 直接就被针死了 这个子引了针 而且将来作战的话肯定是有好处的 那么白棋如果不肯粘 黑棋多了这个子 战斗起来白棋比较麻烦 如果团的话 他恐怕他都是要断的 所以白棋呢 硬了一手 这个交换的好处呢 是黑棋把这两个子走强了 往外跳了一步 加强了 他不利的一面是 他帮白棋也把脚补好 本来这个脚不是白棋的空 现在多了一个小尖的话呢 白棋这脚基本上是 你再点 它立下来 这黑棋要活脚不容易 跳完之后 黑棋再加工 这个次序 这个次序 我们推测一下 有可能是不是担心 他如果直接加工白棋 这么加过来 你要是再跳 恐怕白棋不一定会跟在这儿 也许是会 有其他的手段 比如说二路斑之类的 这二路斑局部让黑棋比较难过 斑粘 如果你虎 我虎下来 这地方有靠段的味道 黑棋始终是觉得很麻烦 如果再虎的话 被白棋一虎 白的一路一打吃是要搬过的 白棋留个后路 而你不虎这一下的话 白棋在这一带也有 也有丰富的眼味 那么黑棋先跳到一下 白棋尖 黑棋加过来 白棋再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有可能就抢占这个要点 立在这儿 好 那么先跳一下 再加 白棋下的呢 比较的 怎么说呢 下法比较华丽 掉在这里 掉在这儿 下一步要靠下去 那黑棋当然要补了 另一个 然后白棋再靠 黑的挖是要点 因为 这边是黑棋很强的地方 在这儿走紫呢 感觉没什么意思 白棋不知道有没有扭断的可能性 就算长一长 再挡一挡 这地方也有个断点 所以黑棋挖 它希望能借助这个挖的力量连回来 毕竟黑棋这三个没活 白棋如果打下边的话 黑棋虽然是针不掉 这个子引针了 虽然针不掉 但黑棋就长一长 白棋这两个子也要死 这边也没活 这白棋显然不行 所以呢上打 借助 白棋也接住 白棋也接住 黑棋爬过 爬 顺利的把这边连回来 那么白棋长一个 可以刺一下 这地方不太可能断了 所以能刺就先刺到 跳回来 跳回来把这三个相对弱的子 连上 让白棋去 黑棋已经活了 厚了的地方走棋 连上是蛮舒服的 但是回过头来一看 如果黑棋连上的棋行 黑棋这一跳 跟白棋小尖交换 黑棋明显亏损 这一跳没什么明确的价值 小尖的话把脚给走实在 这也是白棋能让黑棋连住的理由 如果没有这一跳 黑棋直接加工的话 白棋不会选择什么 吊完靠子 这样的下法 这是因为黑棋已经先付出代价 加强了自己 所以白棋让他连 也就无所谓 好 黑棋跳 歪得这一跳 白棋在中复新棋 这个挺有味道 如果不走这个 被黑棋飞过来 那显然白棋这块还是姑棋 还没有明确的眼位 而黑棋飞了以后 还可以在上面发展 所以跳这个 也是价值相当大的一波棋 黑棋拆 黑棋拆在这里 而白棋这时候靠在这 这是比较 就是说比较让人费解的地方 往这靠一个 首先它是一个后手 黑棋可以不理它 下一步你如果挖的话 黑的哪怕就简单立 白棋大概也就是仅仅是搬毡一下而已 也没什么了不起 其他也没什么 你粘住我 甚至立下来 你脚上还受损伤 没有什么后续手段 黑棋拖先也没什么 白棋为什么要在这里靠一个 也许靠一个的作用 肯定是对这块稍微加强了一点 但这块现在已经跳在这了 不走也应该也没什么关系 或者说间接的把脚也加强一点 但是这个脚有这个子的存在的话 这脚白的不走 应该也暂时没什么好担心 为什么往这里靠一个 这个是不太容易理解 在这走一个后手 我们印象当中 阿尔法的棋拨都很强调 针先手 抢大厂这一类的东西 这部棋很奇特 接下来黑棋的下发也蛮奇特 还在这一靠 黑棋这靠 当然白棋一退的话 它就当便宜了 因为阿尔法从来不守无忧角 守无忧角 等于黑棋这样兼冲一下 等于把你的大飞角 逼回去变成了无忧角 既然它总是大飞手脚不守无忧角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认为大飞脚比无忧角好 这样靠一下 但是白棋呢 不会随随便便退 白棋是要反击的 白的搬 这棋型黑棋必须搬下去 既然靠了一定是要搬下去 走其他的都是 都不是棋型可以说 搬 白的如果粘上呢 那黑棋再靠两下 还是很舒服的 把白棋的脚限制住 这黑棋可以说明显是先手便宜了 但是呢 白的断打 白棋不会轻易地粘回去 白棋要反击 断打 黑的长 白棋现在也不能接这个 这个真子的话是黑棋有力 这个字引到真了 这真掉白棋显然不行 白棋继续翻打 黑的力 黑的这时候如果断打这个的话 白棋提掉 打这个恐怕未必打得到 白棋 白棋要开截 开截之后 这个子就体现它的作用了 蛙之类的都是截层 这次冲也是截层 这次一类蛙是截层 那么打不到黑棋如果这样打出来 白棋恐怕就拐下去弃掉 这个白棋外边非常厚 外势还是很可观的 外势非常可观 总之 阿尔法是没有这样下 而且被提掉一字 先被提掉一字 总是觉得还是亏损蛮重 黑棋立下 那么白棋当然接住 黑的架 白的贴 如果 黑棋吃其实也是一样的效果 吃了再吃掉也是一样的效果 只不过一般我们习惯上觉得 夹是手筋 黑的现在也是这样打吃的 白棋拐打 拐打那有试探 试探黑棋应手的这个意味 如果你接在这 那么将来就关子的角度来讲 白棋挡这个是先手 将上关子目数差不少 如果你提的话 白棋挺过头来 挺头挺过来 这个黑棋这边 发展性大受限制 黑棋实际上选择的站 白棋蒸掉梁子 下一步压过来依然是价值非常大 这一压之后 黑棋就等于缩在下边 没捞到什么东西 而中腹的白棋 你看 这个潜力非常可怕 所以贴也是绝对的要点 黑棋必须贴起来 那么黑棋贴起来之后 白棋这一跳也是好点 白棋跳下去 这个后势配合这个跳下去 这块 这块它围得太大了 所以说黑棋这个靠 在这个场合是不是合适 这也是 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果这地方有个黑子 那么黑棋这么下 当然相当好 白棋这个后 虽然厚了 但是没什么用 这围不了多大空 黑棋贴到这个以后 这边还脏起来 但是现在被白棋跳到这个 很现实的 黑的敢打进去 白的只怕是要吃它 如果这就不敢进了 这么大一块空 黑棋这边能为多少 是个未知数 黑棋在这一带的下法 是不是好 这个还是有一定疑问 跳 跳起 黑的这边有个外式在跳起 扩张这块 白的尖冲 白棋要清削一下 贴 然后跳出 这都是很正常的找法 这一条也相当大 黑棋跳出之后 一方面瞄着要弓这两个字 另外一方面 这个跳出很像限制了白棋这块 要是这个点被白的占了的话 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一带白棋都要成空 所以跳在这也是一个避震点 下一步黑棋这一带照过来 摆的这两个字就危险 所以呢它虎 再刺一下 接上 围住 围住 围住下边的空 同时呢 不让白棋下来在这一带作业 他也准备着下一步 还要对白棋这四个字 有点想法 拜登的靠 靠是一个常用手法 你如果冲 那对白棋顺势一冲 这黑的这空就不好为了 很明显被这一断 这滚包也滚得黑棋头晕眼花的 那你如果先冲再靠的话 黑棋断然不会冲这个 总是外办的 现在黑棋外搬的话 白棋不会冲这一下 它可以接上 这里要跳点进来 这里要搬进来 所以 靠是一个常用手机 黑的真的不好走 局部已经不好走 它就当这两个交换阻止你下来 它已经先手便宜了 转而进脚 我们说白棋有了这个子的话 当然不会这样 轻易退让 白棋立下 黑的那一耙 这地方白棋应对的超级冷静 一般我们的感觉 这长和顶的选择的话 一般感觉会要选择顶 并不说顶住就能把黑棋杀掉 黑棋有这个尖顶 尖顶的话 白棋如果缩小眼卫来杀黑棋 黑的这有这个断 完了之后滚爆 一路滚包度过 有这个手段 你如果挤的话 虎你也得吃一步 黑的也是火起 那么 黑棋尖顶白棋杀不了 但是呢 局部的话 白棋如果挤这个 黑棋是糊在这里 是打结 当然现在打结呢 白棋负担也很重 打输了的话 这整块没活 但是最低限度 白棋可以走在这里 黑棋补活的话呢 我这个子放在这儿 那下一步要连回去 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而白棋并没有选择这个顶 而是退一个 冷静得一单退 黑棋一小间 这时候我们普通的感觉 你这要跳过 这边要做活 白棋来杀的话 被你跳过了 那么我 比方说这靠一靠 阻止你度过 下一步要搬 在这儿做点文章 你做活的话 我在这边会有所便宜 普通的感觉是这样的 但白棋硬的 特别老实 一退一挡 就让黑棋这么近活一块 这个是 究竟是阿尔法 就是这么深谋远虑 这就是最强 最好的应对 还是说 他觉得这样下就够了 这个 这个要是能问一问 阿尔法 阿尔法围棋 就比较好 白的一靠 这一拐下来很厉害 这一拐下来 黑棋这块要被搜刮了 所以爬过 好 白棋贴 黑的当然糊住 白的就一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白的这么冷静的下 能搬到这个 把黑棋这个子搬断 感觉上 感觉上 白的也还是 也还是有它的道理 这刚才我们说 不挡在这靠的话 可能走着走着 就帮黑棋把中间给连上 现在白棋就先手扳断它 这扳下来很厉害 所以黑棋得推一手 白棋能先手把黑棋这个子搬断 这么冷静的推一推 也算是有所收获 很难判断它是不是最强下法 但是它这么下也很简明很厚 靠 靠一个正式实际 那除非白棋现在就要从这进来 否则的话 你不进来被黑棋一搬 这就都是黑棋的 先靠做一点文章 从那搬进来 白棋厚实的接上 那这地方你如果要去断的话 被黑棋一接 这个挖打受不了 你再走这个的话 很明显黑棋挤这个是先手 打了沾上这断点 白棋会被断开 已经被断开 所以呢 单战 冷静补后 留着下一步再断黑棋 黑的长 拖 拎一下 走两根的白棋已经便宜了 你如果肯补一个吃干净 那么等于你一手棋没有搬到这儿围空 而是走在里边围空 你如果还是要搬在这儿 白棋这走两下这里留下一些余味 留下一些余味 啊 靠拖 完了之后白棋是斑 你的斑 白棋接住 斑战 把自己再下厚一点 这地方 这地方的味道再下的厚一点 黑的如果跟着走 那白棋已经先手便宜了 黑的是拖线搬在这儿 那么白棋当然搬下去 这搬下去木树的价值也是不小 先手搬下去 如果白的简单沾上 那么黑棋加 白棋搬黑棋打了虎 白棋要求木树上便宜一点 爬 下一步呢 黑棋硬得很稳 跳 跳一个 白棋粘住 黑棋再虎住 如果黑棋搬的话 白棋未必会粘着 如果黑棋搬白棋要是粘上呢 黑棋可能 应该是能寻求到 比虎在这儿好一点的 补棋的方法 比如说走在这里 感觉上总应该好一点 白棋挡的话 黑棋就一路搬 哪怕是这样 总觉得会好一些 但是呢 黑棋搬这个白棋 可能会直接就加紧了 黑的如果粘 先白棋再粘上 黑棋补在里面的话 白的这个尖 变成是仙手 这样白棋能仙手尖到 这还是很愉快 而黑棋虎在这儿 白棋尖的话 黑棋是 黑棋是可以脱仙的 黑棋反刺一下就可以脱仙 白棋未必能尖得到 将来有可能是被黑棋收到 白棋加黑棋如果不粘粒这个的话 白的可能就从这边跳过来 如果你要这么走 白棋就脱过 这样这一手收的也非常大 黑棋还得再断一个 也许黑棋担心这个 所以呢 冷静单跳 白棋只有接回 黑棋再护住 白棋担 白棋担 白棋这个靠完拖 它不是白送的 它总要在这里 只要在这里 做点棋出来 黑棋跳过 斑 这当然得挡上 作严 黑棋肯定是要确保 净杀这块白棋才行 如果被白棋弄出个什么打劫来的话 黑的就亏大 而白棋呢 是没有负担的 这地方 反正 我都是你的空 我走不出棋来呢 反正就当 就当考验你一下 好 走几个之后 暂时没什么 暂时看不出什么大事了 白的 上边 围住 这个段也非常大 这一段 白棋这涨一大块 黑棋接住 粘 单粘是先手 这一打吃完了 再一粒 把黑棋这块就卷进来 所以黑棋补一个 白棋 白棋 走了一圈 能够得到这个粘的先手呢 也算是小有收获了 之后再尝 尝完之后 这虎先手 点刺下来 还要搜刮黑棋 黑的拖 白棋这么厚的地方 黑棋还是要来 还是要来找事 够厉害的 黑棋一定要藏进来进上 好 这个得护住 黑棋跳 这地方不走的话 白棋点刺一下 拐一下 很愉快的先手便宜 黑棋空被压缩的蛮厉害的 而且这一代白棋有了先手之后 断开这个子的可能性就大增 比方说这一靠 再连半 把黑棋这个子断开了 那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黑棋跳一个 护住下边的空也等于是把这个断给防住 小尖是非常大的罐子 黑的当然不肯就这么挡住 要是尖黑棋就挡的话 那还不如当初黑棋先尖掉 刺一下 先手防一下之后 大步往中附近 这地方虽然靠不断 但是要是被白棋靠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黑棋是出不来的 这一下白棋也能增长个 十多木棋是最少 所以黑棋往中辅跳入 团一下 大吃 跳是愉快的先手便宜 渡过 渡过 好 这棋基本上就进入 基本上就进入收官的阶段 好 那么这盘棋通盘没有发生什么激战 但是白棋在右边一带的处理方式 白棋在右边一带被黑棋加工之后的处理方式 以及在右下角被黑棋点脚之后 白棋这么冷静的应对方式 还是挺让人回味的 那么究竟接下来的官子的争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继续看实战 白棋跳进来 先手便宜 之后呢 把中辅围住 这边要靠断黑棋 恐怕白棋也很难讨到什么便宜 黑棋就简单的尖进去 这两块空你到底要为哪块 有点可能也有点矛盾 黑棋这边还可以钻进去 所以这靠断并没有太大意思 白棋把这个牢牢围住 黑的刺一下连上 接上 黑棋这当初拖一下 当初黑棋拖一下的意图 它是这样 你如果印在脚上 那么黑棋有搬这个 逃出来的味道 可能它要在你空里面做点文章 你印在外边的话呢 它从脚上动手 要寻求一点官子便宜 白棋这么厚的地方 黑棋还要来 这真是见缝插针 够厉害 没有缝的地方它都插针 白棋没有挡到这一下 这个挡应该是挡不到 当初白棋拐打黑棋街上 白棋如果马上挡呢 有俗手的感觉 黑棋不一定会贴这个 但是 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先手挡掉 黑棋跳这个就是针对没有挡到 所以做点文章 活黑棋肯定活不了 白棋走哪 黑棋都活不了 比如说小剑 黑的也活不掉 但是呢 最起码生出一些劫财 然后官子有所便宜 比如说你要是这样杀的话 那拐就变成 官子角度来讲 黑棋拐就变成一个 肯定是先手 本来黑棋 那么白棋走的是靠住 黑棋反家 白棋如果接上的话 白棋如果接上的话呢 黑棋将来拐了之后 能再度一下又是先手 虽然是接不归 但是先手度一下 让白棋立在这儿 黑的又便宜了一点 所以那白棋就这么硬挡住 刚才白棋如果常在这儿硬的话呢 黑棋可能是飞着这样手管 好一些 白棋站的话 黑棋拐弯度一下 白棋目数亏损 所以白棋挡住 白棋把这个地方看成是 白棋可以先手扳到 那么等于就是 黑棋你拐我 我就挡一个 本来我就想挡的 拐的时候 白棋没有马上冲 但是先在这边手 冲 再冲 再冲 再冲这个 黑棋度过 不让白棋随便搬到 他要 要跟你打一下截 从木数的角度来讲 黑棋这接即使打输了 你提我就提一个 黑棋也不亏 免费 免费的 先打一下看看 最少浪费你两个结材再说 冲 站上 白棋这时候 如果提接被黑棋逆收了 逆收相当大 所以白棋 得把这个走掉 不活 然后白棋提借 贴这个 贴这个呢 是瞄者中辅这边 白棋这个长 虽然是先手 但是这地方 还是 还是有所顾忌 黑棋这一段 再一包打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被卷进来 所以白棋还是要有所顾忌 现在还是不敢 随随便便 就去消极 补一手 冲 踢回去 给它搬 搬完之后呢 这有一段 这个段 白棋打了战 黑棋刚好挡住 这个字走在要点上 所以白棋得补 白棋补的也很积极 它搬在这里 搬在这里 你如果再断 那么我就冲在这 你过不来了 过来刚好被我吃掉 那这个搬的对黑棋 总是压力比 比走在这里要稍微大一些 然后 踢 断一下 退 替接 退一个比较冷静 如果吃在这的话 白棋结材可多了 这个断也好 这个先手 就断先手 做眼啊什么的 一堆的结材 退一个呢 能让白棋结材少很多 擋 擋 白棋再弯 弯在这里 还是强调着 这地方黑棋有断点 总是瞄好了对方的形状的弱点 这地方黑棋有断点 黑棋呢把这个沾上 哎 黑棋沾上 这样一来的话呢 白棋接就打赢了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 这白棋打赢间也就等于你搬一下 黑棋也无所谓 把这个接住 正要冲断 刚才说的冲断的问题 白棋刺在这里补 再提回来 白棋能飞点 这直接打吃是出不来的 黑棋一跑 白棋跑不掉 飞点在这里 要求吃这个 同时这自己稍微增长一点 嗯 黑棋反刺 威胁到白棋的眼位 白棋打了打 做眼的同时把这个木树收住 这木树也不小 一个贴 白棋冲 冲一个 黑棋如果粘住呢 白棋冲一下总好 黑棋这时候 断 冲过来 断是要求你从这里 然后顺手就接上 这样的话 寻求一个步调 一起先手就把这个字接上 接 再冲 这冲是必要的 否则白棋一顶 就把黑棋给断开了 冲一个补一手 同时吃住个三木棋左右 好了 那么现在白棋这个整块被断开了 需要做眼 白棋呢 这地方挤是先手 这里也有眼 下边也有眼 所以死活是不成问题的 尖顶 顶住 先把这个子吃进来 这增长不少木树 下一步这一斑也非常的巨大 黑棋反冲 白的如果挡的话 可以的斑这个 你不能断 断被吃了 你可以吃这两颗子呢 黑棋是 就是一种可能性是打吃完虎进来 一种可能性是打吃完虎进来 总之黑棋搬进去 先木树上占一点便宜 搬一下 这个得顶住 之后白棋没有挡这个 之后白棋没有挡这个 而是 转而 把这两个子吃掉 这也是价值相当大 打吃 白棋呢这一挤 挤一个呢 是确保低 这个局部是这样 白棋如果挡这个 用了这个仙手 下边一路立 就不是仙手 如果你用了扳接的仙手 那么黑棋接在这做活 你这个挡就不是仙手 这个挡跟眼位还是有关系 如果有了这颗子 它一做 这就是一个真眼 没有这颗子做的话呢 做这个眼的话呢 这个还是 还是小有问题 跟这个 跟这个眼也有关系 黑棋顺手就把这个眼给挤掉 你如果再做 就是说 这里被黑棋挤掉一个眼 那么白棋挤在这儿 从木树上来说 这个挤呢 是略亏一点 但是呢 眼位它很充分 打吃 再打吃 它同时保证了 这两个都是仙手 这个打吃可以保留 打在这儿 然后白棋立下 立下 活干净了 活干净了之后 这一挡 黑棋这两个字进去了 所以黑棋得联络 吃掉 踢 好 黑的把这两个字连回来 白的呢 虎一个 虎补一手 虎补一手是必须的 这地方 否则的话 黑棋冲 这一段 再击打 再断打 打击杀白棋 虎 虎补一手 现在没有太大的关子了 这个已经算很大的 否则白棋大飞 虎在这里 打吃 接上 虎补击子 摆得摆了 整个拂导 再打吃 也就全批掉 也就剃掉 这一户 大致上这一户也有 四目以上的价值 一二三四 最起码有四 最起码有四目 四到五目 黑的把这个吃掉 没有提议 吃完一起接一下 白的当然要粘上 黑的再挤 这让手关这个手法要好一些 吃了如果单提的话 如果吃了提 那么就是一个后手 它是一个后手 白棋就拖鲜了 你将来打吃 我就粘在这吃 差不多有四目 而黑棋现在吃了接住 白棋接上 黑棋挤 如果白棋还是 如果白棋还是拖鲜的话呢 也得铺一下 再把这个吃住 这样白棋只能粘上 这里就只剩三目棋 有微弱的差别 所以黑棋接完挤住 而白棋是挤在这里 挤在这里呢 这长两目 这块确保有六目棋 确保有六目棋 如果被铺了吃掉 收成三目不说 黑棋这还略有增长 所以这部棋 白棋价值也有三目多 逆收三目多 逆收三目多 将近逆收四目 可以等挖持 挖持是后手四目 一二三四 后手四目的价值 打持 接上 团 团到这里 如果这地方被黑棋挤住 白棋将来空里面还要补一个 黑的这一打 这一段打 这个气紧了之后 白棋空里还要补一个 那么黑棋这有两目棋 白棋团了之后 白棋不需要再补了 黑棋这两目没有了 所以团一个是后手三目 黑的打持 白棋接住呢 黑棋总好 先说一目走道 白的尖一下 黑棋提 黑棋要求白棋提回去 白棋不干 先冲 再打 再提回来 打持 接住 黑棋 好 又在这地方 开始 开始了一个新的结针 白棋冲到一下之后 这结材 结材生出来不少 生出不少结材 刺一下 提回来 刺了之后 白棋没有马上反提 而是打一下 然后再提 马上反提 也许担心黑棋逆收这一幕 把结材都补了 没得断打 接住 踢回去 打持 白棋这一打持 正常情况下呢 黑棋怎么都得硬 这个很明显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材 黑棋得硬 那么白棋提回 如果这样下的话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黑棋这几一个结材 一个 铺一个结材 两个 再铺这个结材 三个 黑的有三个结材 而白棋呢 拐一个是结材 一个 铺这个结材 两个 之后呢 我们 白棋的结材 搬这个 搬这个 也基本不损 三个 三个结材 没错 每人三个结材 每人三个结材 但是白棋打持 黑棋沾上 白棋提结之后 如果是一人三个结材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这结 最后白棋提了之后 黑棋打不过 黑棋打不过 嗯 嗯 我们简单看 嗯 简单看一下 黑棋接住 白棋提结 黑棋找一个结材 提回来 白棋拐式结材 白棋这甚至可以打得 更 更刁钻一点 搬这个都有可能是结材 黑棋如果提的话 白棋用爬做结材 算 就这样 拐一下 提 扑 扑在这不损 提回去 扑 提 提回来 扑这个 提回去 这时候白棋搬一个是结材 挡住 提回来 那么黑棋找不到结材了 唯一有可能做结材的是这个 但是走这个的话 白棋搬在这里 你提回去 白棋这一反点 又生出一个结材 你不能被我先手接这个目数亏损太大 因为你提在这 白棋先手接完 提回去 黑棋依然还是打不赢这个结 黑棋得吃 吃完得硬 白棋提回来之后 这还残留一个结材 所以黑棋提这个也可以说不是结 黑棋 那被白棋提到这的时候 黑棋找不出结材来 所以这棋实战 实战竟然在白棋打这个的时候 黑棋猛拼一把把这个给提掉 这种地方呢 二发围棋肯定应该是算清了 街上被白棋提回去之后 黑棋肯定是输了 所以他奋力的一提 那么白的当然先拐 街的话被白棋爬 黑棋慢一起 黑棋得挡住 白的提回来 这个很可怕 这截打赢 这截被白棋沾上 这整块这个黑棋就死掉 这一下差好几十目 截 截是截彩 白棋接住 否则被黑棋先手吃了搬进去 白棋虽然这块吃了不少 但是黑棋吃到两处 这个也沾上了 那个也吃掉 这是白棋不能接受 提回 刚才我们还忽略了 对白棋这里 这地方还有截彩 跳一个也是截彩 那么黑的不硬的话被沾 这个黑棋的气有问题 杀气黑气杀不过 白棋的截彩 确实是富裕 好 白棋跳 黑棋必须吃 解体错 现在这个截更重要 提 提 提到这儿 黑棋截彩 截依然是打不过 现在这个铺是截彩 连这个铺都不是截 因为白棋这块可以活 吃掉这么大一块的话 那黑的不行 所以白棋提回来 黑棋这时候奋力一拼 往里爬 无数个戒不归也不管了 往里爬 白棋把这个牢牢的沾上 黑棋能往里爬进去 嗯 冲 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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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法围棋在这棋快要输之前的 有的时候 他在这棋快要输之前 他有些 招法有些举动是挺有意思的 白的靠住 不让你在里面坐眼 靠住 黑的如果接回的话 白棋就挡住 毕竟白棋吃了这么大一片 白的肯定是赢了 黑棋往里奋力一拐 白棋提结 好 当走到白棋提结的时候 黑棋是投资认输了 黑棋认输了 那么 这棋 这棋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最后拼得很激烈 但是没有能挽回局势 这盘棋过程相对来说 比较平淡 但是 还是有些地方 很能看出 双方的功力 好 那么 这一局就为大家讲解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